我要带着女儿回到兰家 回到兰卓身边 我要永远跟她在一起 我想要做的事情 没有办不到的 今天我到这里来 就是要跟你说一声 请你不要跟我抢我的前夫 她是我的 她永远都是我的 就算我们俩不能复婚 陈姐 你知道吗 我挺问你担心的 你知不知道 破碎的婚姻是没法拾起来的 你什么意思 你是要跟我做对吗 不 我是怕你受到更深的伤害 我也怕你会伤害到她 你是怕我伤着你吧 你要是怕受伤 就离她远点 不管怎么说 兰卓是我的朋友 我不会因为你离开她 好 我知道你是工程师 哪儿该留你去哪儿 你这样的工作 你觉得你能照顾她吗 万一她生病了 谁给她打针 谁给她输液 你别忘了 我是护士 我能照顾她 我也是她曾经爱过的女人 我不会输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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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上了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把怀孕的事告诉我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要是告诉你 这孩子肯定保不住 我才没那么傻呢 你把我害惨了你知道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是盖着什么的吗 定保不住 你还没有说 你不认为你 你不认为你 是什么 nada 你不认为你 是怎么办 或是 报道 呢 我 是 还 这点不能太久待 知道了 快快我给你租个房子啊 走 于达生啊 于达生 你就做吧 你早晚把你的处长 还有你的老婆都做没了 不行 我凭什么呀 但是我绝不能为了这个事 丢了工作和老婆 我得想办法 我一定得想办法 你怎么都不吃饭啊 平时迪迪迪不休的 今天怎么不吃饭了 没有 那个 你记得给咱们 找咱们去看病那个三表书吗 你当然记得了 酿毒症 你怎么能吃饭啊 现在全靠偷袭活着呢 你说他找我吧 说借几万块钱 不借他吧 咱不落人 借他吧 咱给他五万块钱呗 够吗 爸爸 真好 什么好不好的 咱现在不是有这个能力吗 喂 汪总 剧本我已经看过了 修改意见我也写好了 就等你们开完会通知我呢 行啊 我马上订票 好 我明天要出趟差 去哪儿 北京 多久啊 一周 我还要去跟那个罗总聊一下故事的事 你吃啊 好 吃 吃吧 吃 啊 那儿 吃 不成功啊 这 percent不好啊 每个人都有 啊 然后我怕爆炸快要快到了 阿加 那 Tank 就是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 我在扎上大学的原因 我总觉得 这里有很多东西 让我牵挂 有可能是同学 朋友 还有你们呀 我听兰卓说你回来了 我就一直想来看你 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 不用客气了 内青 回来之后 素素常让我去家里边吃饭 我反正是一个人 没什么事啊 你也跟我一块去看看奶奶呗 好啊 一静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兰卓离婚之后 她现在也是一个人呢 她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 她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归宿 你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啊 你也会有好的归宿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在特别特别相信缘分 你说怎么就那么巧啊 素素那天怎么就碰到了你呢 我要去趟北京出差 我就不跟兰卓说了 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好不好 好啊 来 来 看 环境多好 空气还好 这都是我特意给你布置的 怎么样 还行嘛 就是地方远了点 我知道了 你就是怕我离你太近 我跟你说啊 我呢 会对你和孩子负责任 但是 咱俩的关系不能影响到我的家庭 我的事业 否则别跟我破罐子破摔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什么话都没说呢 你先威胁上我了 你答应了啊 大声 大声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爱我吗 孩子都有了 能不爱吗 那你亲我一下呗 不是不是 我那个是 我老婆要去北京出差 我得赶快送你去回家 她要去出差 那我上你们家住两天呗 你没事吧你 我老婆刚走 我领个女人上我们家 你当我们家邻居都是瞎子 那 那 你上我这儿住两天 行 我会尝过来的 对 有事 发信息 千万别打电话 知道了 走 好 老奶奶 奶奶 一斤你们回来了 你看 奶奶给你们包的 瞎点馅饺子 奶奶 你自到包饺子太麻烦了 不麻烦 你一个人出门在外的 想吃顿饺子不方便 没事 我可以去那超市买那个速冻饺子 速冻饺子买回来一煮就行了 那外面卖的饺子 哪有自己家包的好吃啊 一斤姐姐 老奶奶她可喜欢你了 什么都想着你 老奶奶 你看自从用了一斤姐姐之后 你都把这个小工具给忘了 每天都是 这个给一斤留着 那个给一斤留着 我都伤心死了 还得给你一斤子 为什么 你刚才怎么称呼一斤呢 一 一斤阿姨 一斤阿姨 你快点快点坐 奶奶 你坐着吧 让我来包 素素 咱俩一块包 让奶奶歇会儿 来 我不累 咱们一块包 我跟一斤姑娘包饺子 我乐意 来 你们 你们在这边包 老师 我们一块儿 好 来 我去开门啊 素素 奶奶 家里来客人了 你说啥呢 谁是客人哪 这哪有客人哪 你说一静啊 你不是见过她吗 一静姑娘哪是客人哪 你不知道啊 她是我们兰卓的女朋友啊 陈护士 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苦了 你 我们家不缺厨师 你以后啊 别老往这儿跑了 奶奶 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既然我是客人 奶奶那么善良的人 该不会连客人走吧 奶奶 您就让陈护士 跟我们一块儿吃饺子吧 奶奶 你看 这是我给你买的 冬虫下草 胶囊 吃了对身体可好了 还有这个 这个是按摩器 这个 是我给兰卓买的内衣 纯编的 全的是名牌 素素啊 你跟乘客啊 把这东西算一算 这是多少钱 奶奶把钱付给他 奶奶 您这是干吗啊 还真的我是外人啊 你不是外人 你还是内人哪 你是谁的内人哪 好了好了 奶奶 您看 陈护士买了这么多东西 都是有营养的 而且啊 都是你们能用得上的 您就让他坐下来 跟我们吃一顿饺子呗 再说了 我想听听 他是怎么养生的 我也想学去学习啊 那行 既然一进 允许你留下来 那你就留这儿吧 你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这女人 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的 跟臭风似的 咱们包饺子来 来 包饺子 来 金灵 小床买回来了 买上来了 达达 你看 爸爸给你买小床回来了 来 看看 来 过来看看 你别忙着弄床呀 先过来看看儿子 你看爸爸 别哭呀 别哭不哭 你看谁呀 谁呀 是爸爸 大叔 你昨晚上干吗不过来呀 不像你想那么简单 你说每天吧都要有应酬 没有应酬的时候呢 还得改改文件什么的 天天弄得我腰酸腿疼的 那你早说呀 你早说 我就给你按按摩推推拿 是吧 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是这儿吧 你要不说我都忘了你是按摩师 你要记着就好 你说你这样多好呀 你要是天天来 还能见着儿子 我还能给你推拿 哪吃亏了 大叔 其实吧 好好地我们三个人 一块儿过日子 这样的话 我今天也没算白活 也没白给你生这个儿子 来了 来 我不是跟你说个离她远点吗 为什么要离她远点 我可以告诉你 我正在追求蓝卓 我 我现在觉得蓝卓真可怜 她怎么能跟你相处那么长时间呢 她是一个多么包容的男人呀 她也这么打过我 还有她奶奶 我还给她们家三个耳光 你还少两个 你就是因为这个心理不平衡 那好 我再跟你打两下 我替她们还这个债 我让你离开蓝卓 不可能 除非蓝卓让我离开她 我 你是非要跟我做对事吗 就算不是我 你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家了 你是个护士 你应该知道 医生能治疗人身体上的伤 却不能治疗人精神上的痛 我能看得出来 你把蓝卓伤得有多深 你知不知道 你们俩在一起本来就是一个错误 人能错一次不能再错第二次 所以你们不可能在一起 你能明白我说的话吗 还差一个 你继续打了 如果你敢跟她结婚 这样过 我会打在你的婚礼上 你不得了 你还在那里 你继续打了 你不得了 我会打算 友谊 我回事 赵老师 先给大家盗杯水 怎么了 怎么办 看过清楚你呢 你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刚才上课的时候觉得眼眼 眼前有点黑影 然后模模模模模模模的 看的都是蟲蟻 来 喝点水 这样不行啊 走 我陪你去医院 王叔叔 叔叔 你来了 我叔叔在哪儿 他 他现在怎么样了 医生说 他的视网膜将要脱落 马上要动手术 怎么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 那我叔叔能治好吗 他已经出院了 这是住院手续 你先拿好 这位是医生 医生啊 我叔叔他能治好吗 你叔叔的视网膜 没有完全脱落 做个手术 就会好了 那 那多久能治好啊 我叔叔他以前有眼病 他 他是不是眼病犯了呀 医生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一定要把他治好 你别着急 我们会想办法治好他的 好不好 真好 叔叔 你别急 医生说了 只要动过手术 很快就会好的 来 医生 那您先忙 好 来 我带你去看叔叔 走 还有您 我看你了 什么事 你找你了 我送你了 我爱你啊 你还没想过 你什么事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叔叔 叔叔 不哭啊 叔叔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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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我没瞎呢 你哭什么呀 是不是 没事 没事 就是个小手术 不能哭啊 做完了之后 叔叔眼睛就能看清楚了 叔叔不会瞎的 我还等着 等着看你新拍的戏呢 不是有个戏 马上就要播了吗 是不是 我跟你说啊 这事不能跟奶奶说 知道吗 我知道 我肯定不跟奶奶说的 叔叔 你要赶快好起来 叔叔肯定能好起来的 来 给我倒杯水 喝喝的 好 喂 素素 什么 是网摩托洛 你赶紧地告诉我在哪个医院 夫婚 素素啊 咋大了个小脸就回来了 跟老奶奶说 约着啥事了 没事 可能是太累了吧 累了就进屋歇会去 奶奶今天呢做炸酱面 我做得了我叫你 好 好 去吧 歇着去吧 老奶奶 那个刚刚叔叔打电话过来说 他要去出差 得好几天才回来呢 这都五六年没见他出过差了 好像说他那个学生得了疾病 然后要去北京陪他治病去 可没见他回来拿东西啊 可能是走太急了一点吧 那行 那今儿就咱俩人吃饭 我把饭做得了 我叫你去进屋歇歇 去吧 去吧 好 进屋歇歇啊 老奶奶 那个我有急事 我得先出去了 小姜明 你留着啊 瞧这孩子 都累成这样了 又走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怎么都没事啊 你怎么会来的 谁告诉你的 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你都不告诉我 还是素素给我打的电话呢 我就跟他说了 没有什么事情让他不要跟人说 我这孩子 我这孩子真是 怎么那么没事呢 没事怎么会住医院呢 你要是不让素素给我打电话 我还会生气呢 他说我妈 我跟您说 我有个个旅行 是狠好的眼科医生 我啊 我们上他那了 让他给你治病 让他给你开刀去 不真的 ب 没那么严重 真的没那么严重 我跟你 我跟你说啊 这个手术时间都安排好了 这对医生都挺好的 安排得也都挺好的 我不会瞎的 老天爷不会让我瞎的 你们都别那么紧张 不过我也相信 老天爷总是会眷顾好人的 一看你就是跟 麦青待的时间待久了 说话就跟台子跟拍戏似的 一套套文奏奏 谁跟麦青姐一样呀 你知道 麦青姐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她怎么说的 她说呀 你这个人特别特别地好 对谁都好就是对自己不好 她这么说的 她还是写剧本写多了 把我说得跟个雷锋似的 我呢 我确实不是一个坏人 这是肯定的 我只是做任何的事情 凭着我自己的良心做就行了 没那么好 我看不见吗 我又不是瞎子 我也觉得你特别好 你知道麦青姐还怎么评价你吗 她说 谁要是能和你走在了一起 是她一生的幸运 慢着 慢着 怎么了 我跟你带了那个枸杞 枸杞泡茶对眼睛特别好 我跟你去泡去啊 是 那个 一静啊 你你不用忙了 真的不用忙 你坐会儿 坐会儿 咱们好好聊会儿天 好 慢点慢点慢点 带上吧 好 你招完了啊 你坐 你说咱俩认识 挺久了 我呢 除了知道你有一个哥哥在当兵 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你父母怎么样 好不好 那老家都还好吗 南哲 我现在很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不在了 我只有哥哥一个亲人 你知道我哥哥在西藏当兵 因为离得太远了 他工作又忙 所以平时我们就通通电话 写写信什么的 你这么一说 我都差不多有两年没见着哥哥了 真对不起 而且我每次问你的事都让你那么伤心 没事 没事 义军啊 你记得上次我在你们家 我跟你说过吗 以后你就叫我哥哥 这样你就有两个哥哥 一个哥哥 在西藏当兵 一个哥哥在这儿 两个哥哥都特别特别地疼你 好不好 言文 我这看你一会儿看得不清楚怎么了 你觉得我当哥哥不够格啊 是不是 一锦姐姐 你来了 素素 叔叔 东西都给你偷偷拿过来了 我刚刚跟老奶奶说 说你去北京陪学生看病去了 看你们俩就是跟麦庆待的时间久了 这个这个 说的这些话啊 编的这些谎 跟拍电视剧一样 编的天衣无缝 好啊这个理由编的好 叔叔怎么又把麦庆牙一扯上了 真是的 你给我带什么吃的了 这是你最爱吃的 走 一起吃吧姐姐 我吃过了我不吃了 给叔叔吃 一块吃一块吃一块 你们俩去去弄去 给我弄好了 我肚子也饿了 快点快点 来 你俩 那个三房二床的今天有点发烧 你待会儿都注意一下啊 好 我走了 对了 差点忘了告诉你 兰卓在咱们眼科住院呢 兰卓 他脸面怎么了 具体我也不知道 小莫告诉我的 要不你待会儿去 演个病房看一下 我先走了 蓝州 来 喝点枸杞茶 你赶紧回去吧 不用在这儿照顾我了 没事 我再去打盆水 给你洗洗脸 拿本书给你看吧 看什么书要看 眼睛都快瞎了还看书 有没有点常识啊 你说你行不行啊 都到我们院住院了 也不跟我说一声 要不是我同事跟我说 我的信号还不知道呢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这里面都不是一个科室的 这有 有护士照顾 我不用麻烦你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 我跟谢主任打电话了 我跟谢主任打电话了 谢主任可是咱们医院 眼科的第一把手 他说了 明天你的手术 他亲自帮你做 他知道咱俩的关系 他说了 他一定会尽力的 你就放心啊 我 我真的不用 他们安排那个大夫 我听说挺好的 不用麻烦了 这事你就听我的 怎么是双人间啊 明天换个房间 晚上我跟护士长说一声 不用了 这条件够好的 不用麻烦 真的 我平时想帮你 还帮不着呢 你就别管了 程护士 你跟兰州慢慢聊 我去打盆水去 你等等 那是病号用的 别给他用 我这都带了 我去吧 行 那我打盆水去 那水瓶也别用他们的 这医院的东西 虽然消了毒 但是还是用自己的放心 一会儿开水呀 我就上我办公室 用电壶烧见 你看这天也不早了 要不你就先回去吧 这是我来照顾 兰卓的生活习惯呀 我了解 我又是护士 知道怎么照顾病人 你呀 就放心去吧 不 你 你们俩 你们俩都回去 你 你也赶紧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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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不用人照顾 一会儿素素就来了 素素也不用来 这儿有我就行 你 你怎么还不下班啊 今儿我上夜班 这巫师你看 这天也挺晚的 可别耽误了你工作啊 我的工作 自己心里没数吗 别瞎操内心 一姐 你别往心里去啊 她这人家个性就是这个样 她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这真的不用你在这儿照顾我了 天太晚了 你回去吧 明天还上班呢 你明天不是要做手术吗 我想多陪陪你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行 那我明天一早就过来 我在手术室门口等你 好 你好 小姐 怎么样手术 谢总书没事放心吧 来 好 谢谢啊 我有话跟你说 好 也没什么事 我就想跟你心平气和地 好好聊一聊 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兰卓的身体一直都不怎么好 我跟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见她吐过血 你的年纪比较小很多 工作性质又是四处奔波 我在想 你根本没有可能有时间 好好照顾她 你呢 你能照顾好她 我当然能照顾好她 可我听素素说 兰卓跟你生活的那段时间 她没有一天快乐过 她那么好的一个人 就是想跟你离婚 她忍痛放弃了自己家里的房子 她不惜一切就是要跟你离婚 你说你能照顾好她 够了 罗一静 我希望你说话的时候 注意下你的言辞 我不知道你心里 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 兰卓她只不过是教书的 又比你大了十岁 没有钱也没有事 你说你这么纠缠她 到底是图什么呀 我什么都不图 常护士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 做任何事情都有所图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事情是很美好的 好像人和人之间的真情 是很纯粹的 不掺杂任何感情以外的东西 如果真心爱一个人 就像是阳光 默默地照样着对方 让他觉得温暖 只是希望他幸福 并不在意自己的幸福 而且相爱的两个人 是有一种默契 那种默契 是别人感受不到的 好像是一把钥匙 开一把嘴了 行了 漂亮话谁都会说 我只问你 如果今天兰卓的手术 失败了呢 如果从此以后 他就是个瞎子 什么也看不见了呢 你还会追他吗 你能无怨无悔地 照顾他一辈子吗 兰卓不会看不见的 就算是他看不见 我也会当他的拐杖 我会好好照顾他一辈子 你不是说你后天回来吗 怎么提前了 你不是说你后天回来吗 你不是说你后天回来吗 事情忙完了 还待在那儿干吗呀 还待在那儿干吗呀 我总觉得最近有点心慌 老感觉有什么事不对劲啊 你们俩真是有心灵感应啊 我跟谁有感应啊 问你呢 我跟谁有心灵感应啊 兰卓眼睛看不见了 怎么会看不见呢 怎么会看不见呢 走之前还好好的呀 听说下课就突然看不见人了 我也听局里人说的 他得的是什么病 能恢复吗 在哪个医院啊 你说你这一连串问题 我先回答哪个呀 我不问你呢 他得什么病我不知道 住哪家医院我也不清楚 他也不是我什么人 我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呀 你过了吧 脚还没站稳呢 就去看他去 喂 素素 我是麦清阿姨 麦清阿姨 你回来了 你告诉我 叔叔在哪个医院 他在试二医院的颜科 阿姨 我叔叔他 喂 喂 来 在买呀 好 来 叔叔 你感觉怎么样啊 谢主任 手数怎么样 波尾非常成功 你就放心吧 太好了我就说嘛 谢主任妙手回春 这手术交给你做啊 我是放一万个心 回头请你吃饭 好啊 谢谢您 干什么总对我那么客气呢 手术成功啊 是我们医生的职责嘛 您还注意多观察啊 好嘞 那谢主任 您先忙 回头我找您去 好嘞 兰卓 你听到了吗 谢主任说了 你的眼睛很快就会恢复了 你就好好养着 素素 这下你也该放心了吧 快送回去吧 对了 素素 这段时间 你可别给你叔叔乱吃东西啊 这顺目脱落的手术呢 是有讲究的 你叔叔住院期间呢 伙食就由我来负责好了 平时要是有什么事呢 也尽管跟我说 都由我来处理 你好 护士 蓝珠在哪个地方呢 对你跟您说 谢谢 你小心一点 我来帮你 来 喝一点 小心哦 你干吗在这趴着呀 大夫说啊 刚做完眼部手术 对人就是得趴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难受 小心点 慢点 慢点 来 看啊 来 慢点 你看你 我走之前 你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谁来 你这个是什么时候 关闭 你怎么还要扰实力啊 你给人啊 亮晓啊 你现在还要跟我说 你跟这个人很重备吗 你跟这个人很重备吗 这要不在医院你们要干什么 他现在生病了 我说了有什么事 咱们出去说好吗 咱 干吗要出去说呀 我今天就要在这儿说 麦星 咱俩结婚这么多年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 你什么时候还 还喂水 还拉着手 你真恶心 你真恶心 你说什么时 你带你大余离 你开心 我今晚你出去 但是你开心 你开心